东铁线过海段通车之后 金钟站就会变身成为超级转车站 乘客可以在这里转成四条铁路线 其实金钟站都超过服务了大约40年 我们由一个原有的车站扩建之后 有新的月台 确建工程要在原有的车站结构下面 兴建多三层地下楼层 工程要在地面向下挖掘大约50米 相当于17层楼的高度 其实金钟站扩建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工程 因为我们周边环境比较密集 还有营运铁路 我们在扩建期间 最重要是保持营运铁路的安全性 当我们要做一个大型开划的时候 我们就用一个降枝架的设计 承托着全弯线和港岛线 我们有些实时的监测点 确保它们的移动是一个安全的水平之内 ef going intoolaese rail line platforms and the South Island Line I am now moving towards the undepenning zone with the Amazón directly above me now is the Island Line behind me here are the supporting columns two of the 14 supporting columns that are supporting the structure above 工程期間共挖掘650000吨泥石 用了4000吨鋼支柱及橫良 我非常高興地加入這個精神技術 幫助到這個世界級巨大部份的巨大部份 一個這麼大型的結構工程 當我完成的時候 很多市民當他們坐車或經過金箱站的時候 他們都不察覺旁邊有這麼龐大的工程做完了 這是一個很開心的成就感 謝謝大家